下禮拜就是中秋節 金門每年都會用薄餅這項傳統來慶祝 許多正好到金門來玩的遊客 也一起加入了戰局 吸引近5000人參與 各鄉鎮也推出不同的重元獎來比拼 而其中金城鎮是金門 台灣的來回機票14組是最受矚目 最後有一位才9歲的陳小妹妹 打敗現場所有人奪得大獎 馬路封街 鄉親全聚在一塊 為了就是看看誰比較被財神爺青睞 能博得頭彩 手氣誰輸誰贏立馬見分曉 迎接中秋節到來 包括大小金門五個鄉鎮 都在19號開博 不少正好到金門遊玩的旅客 也正好來體驗這項薄餅傳統 醜人啊 醜人啊 醜了嗎 醜了嗎 6塊1 來 台南 台南喔 怎麼會知道參加這個活動 不知道剛好路過 走過路過好險沒跟大獎錯過 尖叫聲此起彼落 因為這次各鄉鎮狀元獎 都相當讓人期待 有機車或是一整潭 30公升的金門高樑 而最受注目的就是金城鎮的 金門台灣來回機票14組 小妹妹相當沉穩 架勢十足 最後也由她 我的狀元 報回機票大獎 在台灣玩嗎 去玩 去玩喔 去台灣玩嗎 對 才九歲的小小年紀 手氣超好 一路過關斬將 新名獲獎 也提前感受 中秋佳節的開心氣氛 華視新聞李文斌梁洪志 蒲欣宇金門報導 你現在是最大的